做給我阿嬤吃 讓她腸胃天天都健康 終於開始放年假了 天氣也開始變冷了 最適合 我在家裡追劇 炸雞配可樂 宵夜 巷口鹽酥雞 等等 我好像一整天都沒吃蔬菜 糟糕了 呼叫主廚 外食族經常營養不均衡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蔬菜料理 是可以幫助消化的呢 國慶假期前夕 適逢寒露時節 氣溫是從涼爽開始轉為寒冷 千萬別忘了注意保暖 是不是常常外食和家俊一樣 有蔬菜量攝取不足的煩惱啊 今天我用能保健腸胃的原味蜜堡 為大家帶來一道健康又美味的蔬食料理 金沙南瓜茶油筍加鳳梨醋銀 請先準備好食材及調味品 分量可供四到五人食用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竹筍的部分 竹筍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用廢水來給它浸泡 大概三十分鐘 把它煮熟之後冰鎮備用 像我們這個竹筍呢 我們就已經先前置處理完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切成塊狀 好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四季豆的部分 四季豆我們也把它對切變成條狀 接著我們來處理南瓜 南瓜呢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還有豐富的胡蘿蔔素跟維生素 非常適合寒露時節食用喔 南瓜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把它切成條狀 那我們把剛剛處理好的四季豆丟到水裡面 做個穿燙的動作 大概四季豆穿燙個三十秒之後 我們就把它撈起 接著我們起一個油鍋 然後我們把剛剛切好的南瓜條 放下去油炸 那油溫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也是差不多一百八十度 我們炸表面金黃色就可以了 那如果在家中呢 不想要用油炸的話 其實用烤箱把它烤熟 烤成上色也是可以 然後我們把炸上色的南瓜 也把它撈起來 炸出來的南瓜好像薯條喔 接著我們來加入我們的苦茶油 原味蜜包 苦茶油 我吃不了苦耶 主廚 別被苦茶油的名字嚇到囉 苦茶油不會苦 反而有形器舒適的功效 對胃疾的改善有幫助 每天攝取適量的苦茶油 便能緩解腸胃到不適喔 好像聽兩個個是說過耶 那我們把苦茶油倒進去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用冷鍋 冷油的時候 我們就下我們今天的鹹蛋黃 然後我們用小火 慢慢地煸炒到它起泡 然後切記這個時候 不能用大火 不然鹹蛋黃很容易 就會焦掉苦掉囉 藉由油然後讓它慢慢地起泡 我們就用小火 慢慢地煸炒到它起泡 都起泡之後呢 我們就把今天的食材都加進去 南瓜 四季豆 竹筍 南瓜 四季豆 竹筍 這三種滿滿的蔬菜 而且口感都不一樣喔 這時候呢我們都是小火 然後慢慢地煸炒 然後讓所有的食材呢 都可以包覆到今天的鹹蛋黃 好 這時候我們就關火 然後我們來下我們的調味料 加入少許的糖 少許的鹽巴 把它攪拌均勻 起鍋前呢 再把甜椒片也加下去 把它攪拌均勻 就可以來盛盤囉 那你們今天有學會了嗎 跟著一起做喔 接下來我來教大家 調製鳳梨醋飲 太棒了 有了鳳梨醋 明天就不怕蹲廁所 蹲太久了 鳳梨醋飲的比例呢 可以依照個人的喜好 喜歡酸一點 我們就醋加多一點 喜歡淡一點 我們水就加多一點 我們今天使用的比例 我們就是1比1來調製 一杯的鳳梨醋 加一杯的冰水 我們只需要 充分地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個鳳梨醋飲 就完成囉 鳳梨醋飲含有豐富的鳳梨酵素 可以促進蛋白質分解 班柱消化 餐後喝一杯 就能殘飽腸胃健康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完成 兩道班柱消化 促進腸胃蠕動的料理喔 你們也一起跟著做吧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先來吃看看這個筍子 我又不以為苦茶油會很苦耶 但是根本沒有 反而那個香氣啊 讓這些蔬菜更加鮮甜 而且你們看 剛剛上面一粒一粒的 金黃色像金紗一樣 這就是鮮蛋黃那個金紗 它味道非常 就感覺在你的舌頭裡面這樣 摩擦你的舌頭 很有味道 還有這個 南瓜 因為主廚有說 南瓜很多膳食纖維 也可以幫助消化 我剛剛咬下去喔 一條一條吃一絲一絲的 超好吃 是 鳳梨醋飲 自己的筆力要調好 像我這個就調得有點太濃了 但是沒關係嘛 自己口味不同 謝謝主廚 這道菜啊 主廚教我 我一定要回去 做給我阿嬤吃 讓它腸胃天天都健康 在我們鹽瓶香 鳳梨跟苦茶是我們的大中農產品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有推出的是我們的鳳梨的醋 那鳳梨醋的部分是針對我們的消化系統 它所產生的這樣子的一個酵素 對我們的腸胃是非常的健康 近年來健康醫師抬頭 那我們也開始來推出我們在地的苦茶油 苦茶油它有含有超過橄欖油的不飽和脂肪酸 那它對我們的人體的血管 是有很大的一個保護的作用 金字幕製作人員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多 Patricia 謝謝大家